你知道美术律蒸汽眼罩吗? 它就是去日本必买的花王蒸汽眼罩 如果你也常有压力 无法好好放松休息 或觉得疲劳紧绷 全新升级的美术律蒸汽眼罩 蓬柔贴合 给你梦境般的轻柔享受 在康市美、渠城市、宝雅 就能找到台湾还有日本没卖 专为在地消费者推出的 汉温书新系列哦 美术律新蓬柔感蒸汽眼罩 让你柔暖书眠真放松 开始 欢迎来到KK秀 这是Ken 我是凯莉 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 国师唐老师 耶 我终于来到KK秀了 你们都没有邀请我 我介意很久了 你们什么鬼都邀请了 什么鬼 我们今天酸酸有来旁边 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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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鬼 哈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老师你知道我们为了你这个仿刚 我们讨论非常非常久 对 这么没有礼貌的仿刚是讨论很久出来的吗 完蛋了这已经是我们觉得最有礼貌的仿刚了 这我们问过很多人 他們說 他們幫我們改成這樣子 他們說這應該是你們的極限了 哈哈哈哈 沒有 因為我們一直很怕 就是提供仿綱以後 然後經紀人會不開心 覺得這兩個小毛頭怎麼這麼沒禮貌 所以我以為這個是非常有理的耶 才OK 原來是很沒禮貌 所以是拿來要洗我們的臉 沒有沒有 經紀人有 經紀人說 欸 他們問到這幾題 我念給你聽 一題 兩題 三題 我就說 我要去 太有趣了 很久沒有人這樣跟我說話了 很好 我們聽到了 我聽到一個大綠燈 OK 好 我們要進來了 那今天就不轉 不剪了 你只要把我雙下巴剪掉就好了 其他我不要去 沒有 沒有雙下巴這種事情 對啊 沒有啊 對對對 我都沒有 我在這邊 大家都看到說 我的T恤夾夾在我的奶下面 哈哈哈哈哈哈 不過沒有關係 你們的信眾是不會那個的 對 我們信眾接受全部的我們 希望包容一切 那我要先問老師 老師你走進這個大樓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感受 有沒有覺得這邊陰陰陰陰的 不會不會 我覺得我回到童年 哦 這裡是書店街啊 哦 所以你是台北人 我台北人 我小時候就泡書店街長大的啊 他們專門出 直接講出來 老師很棒 一來 一來就直接爆 沒關係 OK 滿正道路跟鬼一樣 哈哈哈哈 書店街 你們 可是你們給地址的時候 都沒有給樓層 所以我們就在迷宮裡迷路了 其實是我的問題啦 我以為我有給 沒有 我當初一定想說 這是國師我一定要下去接 哦 我還以為你是說 反正人家用感應的就知道 哈哈哈哈 又是賺的 哈哈哈哈 我以為你在挑戰人家 想 哦 OK 好 哪裡邪氣最重 直接走進去 所以我就在裡面繞了幾圈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地方啦 哦 很多童年的回憶 然後你們這個studio 我覺得很棒 哦 謝謝 我覺得就是我 看到這一棟大樓 應該你們最fashion了吧 應該有可能 這是一定的 應該有可能是這樣子 因為其他的 我看到有一些好像是其他的 是真的 宗教的金色 因為我晚上 有時候很晚回去的時候 我看到就是 有人在念金這樣 就一大群人在念金 真的金色 真的一大群人在念 哦 那這裡真是 No joke 佛狂滿照耶 那你進電梯 就算空無一人 他也會嗶嗶嗶嗎 我 沒有 我進去的時候 也會聽到佛經的聲音 所以沒有 不會嗶嗶嗶 法喜充滿的感覺 其實國師剛剛有講說 就是他自己也想要把自己家弄成 錄音室的樣子 現在已經是錄音室了 沒有耶 現在就是我家 你在哪邊 在客廳還是在廚房 在我的餐桌 餐桌錄 就真的是餐桌 為什麼會在那邊錄 因為以前我就是直播餐桌起家的呀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就要很真實這樣 我不曉得可以佈置一個假的餐桌 可以啊 對呀 是不是 我後來覺得架燈太麻煩了 我看到你們架得好好的 我就很羨慕 因為我們以前 就是常常東西要移來移去嘛 然後就覺得說 以後我們真的要弄一個Studio的時候 就覺得不要動 你知道我現在連錄Podcast 我的麥克風都是 要錄的時候再架 不行這樣不符合你的身份 你的身份就是要這樣 然後就全部都 就亮了 對就全部都亮 然後就由小幫手跑出來 就叫叫叫叫叫 我也是這樣想 結果不是 結果不是 叫First Story那些人來啊 好啊 什麼Kurt跟Stanley 搞什麼東西啊 就讓老師自己嫁 我覺得這樣不行 這些小朋友真是不懂禮貌 真的 比我們的坊鋼還失禮 就好多賺點錢 再買大一點的房子啊 而且剛剛國師有說 Kent那你要不要幫我 規劃給我一點意見 Kent就說 好啊我心裡想的就是 在帳篷裡 就是像那種 吉普賽人那種在占卜的帳篷 你知道聽到這裡 我覺得我還可以接手 然後我再說 桌上要放一個水晶球 然後就爆炸 我就範白眼了 太老派了吧 老師你自己內心 對你想像的是什麼 少女風的棚嗎 沒有吧 就是很Fashion很現代啊 我們覺得剛剛那很Fashion啊 是北 是北歐風那種極簡嗎 然後很亮 然後白色背景這種感覺 還是水泥這種 或者是餐桌 可能再精緻一點 我們東西吃起來比較盡興一點 這種感覺 嗯 好 那老師我看你直播的時候 常常會有食物 那些食物是自己煮還是 是叫進來的 當然是叫進來的啊 然後本來是吸引 想要吸引廠商看 你願不願意置入 那一直都沒有 也不曉得是我吃相太差 還是怎麼樣 你有講過說想要廠商置入嗎 也沒有 可能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梗 我本來心裡想說 我也不曉得我會不會仿得不好 萬一大家都很乾 沒話說怎麼辦呢 就可以吃東西 其實跟我們一樣 對 我們最以前做那個 無料福利社的時候 我們在做直播嘛 然後每次桌上放很多宵夜 因為想說 這樣子 乾的時候大家一起吃東西 就好 就沒想到乾的時候再吃就會更乾 對 超尷尬的 真的尷尬就是 對 我那邊不是呢 我不吃 就掉下來了 所以大家都想要看你吃 好像是 然後我會鼓勵來賓說 我們一起吃吧 人數掉下來 我們開始吃不講話 人數就回來了 還是YouTube就 路線不一樣 真的是不一樣 我覺得是真的不一樣 而且我不是YouTube 我是直播 Facebook直播 是Facebook的直播 對 老師那我想問 為什麼你那個直播做好好的 為什麼要來做Podcast 為什麼要來跟我們搶飯碗 你知道你一來 我們那一整個禮拜 我們被壓在下面 我們有多苦嗎 對啊 我們很苦欸 我們很久沒有被壓在地上摩擦了 那麼久欸 那你們就應該可以注意到一個現象啊 就是我是帶流量來的人 對不對 這一點 這是一定的啊 這沒什麼好說的 我不覺得我是 做了一個多棒的Podcast 所以大家覺得非來聽不可 或者是聽了好喜歡 我覺得不是欸 是1號起碼 2可能裡面有很多我的粉絲 我去年底就開始是一個user了 喔 聽Podcast 對我已經開始聽了 喔是喔 而且我聽敏迪聽很久 然後聽你們聽很久 拜託你 天啊 他高潮了 他的臉已經高潮了 我還跟敏迪說 欸這個小女生很不錯 就是我在直播裡面說 然後敏迪就瘋掉了 敏迪說 欸居然有人說我是小女生 哈哈哈哈 這個有做功課 而且是很用力的在做功課才知道 是啊 敏迪應該是 對對對 相信星座的吧 你是什麼星座 水瓶 水瓶座 對水瓶座蠻 性跟不清楚的 敏迪你剛剛不是這樣跟我講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敏迪說什麼 哈哈哈哈 聖啊 哈哈哈哈 先把他推到火坑 把朋友推到火坑最開心的 看他這麼爽我就想推一把 哈哈哈哈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在直播裡提了一下 然後敏迪也 我有聽敏迪嘛 敏迪就說 哇唐老師提到我 然後我的收聽率就往上了 那他就也在 他可以怎麼樣呼籲我說 老師你趕快進來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我就跟Fuzz Story有合作了 然後已經架好麥克風了 然後那個時候訴求的是 我把事情想得很簡單 我一個人在家 我心情好的時候 按一下錄音鍵 我就可以錄了 結果 事與願違 這就是命運 有一天我按下錄音鍵 按不下去 哈哈哈哈 真的還假的 那個心情我就飄掉了 然後後來 終於把它解開 但我也不想錄 然後那個 那個時候好像是 年初大概三月多 哇 這麼早啊 這麼早 這麼早 所以你們228和平公園的那個 邪教聚會 我是知道的 我差點要過去找你們 真的還假的 真的 你過來會嚇死我們 真的 那時候我們很弱 你來我們要 而且很混亂 啊 那一次大概到了幾個人 那一次 對外 七百人 沒關係啦 現在都已經辦第二次了 那時候大概七百人左右 所以我這個中間空了半年 我沒有錄 然後也沒有進來 好像這裡已經變紅海一片了 其實這半年真的變很多 就是突然就是來錄的人變非常非常的多 我覺得你們自己也推播住了 你也在教大家怎麼樣平易近人的錄 podcast 是啦 因為我們很想要大家就一起來試試看 因為我們內心 是不是 都有聽耶 我現在整個是 我都要聽 我已經磨刀禍禍了 你現在整個軟掉 你現在整個軟掉 我沒講 我沒講 OK啦 但是 我後來就想 那我還要進來嗎 但是 我一直想說你講好久了 到底有沒有要進來 才是在耍我們 因為我們年初就有聽到風聲說 唐老師在準備 我跟你講我就是因為覺得我再不進來 我好像是一個說謊的小木偶 這樣子 我也覺得不太好 怎麼樣都要進來一下嘛 對不對 做不好再出去沒有關係 等一下會像屍網膜 哈哈哈哈 你在講屍網膜對不對 你在說屍網膜 你們怎麼這樣 哈哈 就是他 就只有他這樣啊 那我那個時候心裡想 這裡已經變一片紅海了 我進來應該也是 就小小的做嘛 沒有關係 第一名 這樣子 其實我那個時候是害怕的 我馬上就是趕快 發了一篇文 跟你們 跟骨癌 為什麼要害怕 排通道歉 沒有不用 你是不是覺得podcast的粉都很兇 邪教教徒很難說 不會 那可是你發的那篇文 呱吉馬上就發一篇 然後分析怎麼樣去做排行 你有沒有不爽 沒有耶 我沒有看到 很好 那很紅嗎 呱吉很棒 很好 呱吉你沒有惹到人 你很棒 我知道他很紅 我故意的 好像只差一個小時嘛 我還私訊說 呱吉說 哇你真的是都不怕惹到人 你好做自己喔 他射手座 他說他運氣一向很好 喔 讓我算一算 他運氣什麼時候用完 哈哈 我以為已經用完了 對我覺得他用完很久了 哈哈 你們有沒有覺得 有時候被攻擊 也是一種反向證明自己power的方式 在這個網路時代 在這個工作媒體時代 其實最近是有 最近是有 尤其是今天我們在做那個總統大選 每選的時候也會被攻擊啦 對 然後那時候我也覺得說 欸 其實這也是另外一種流量 可是你剛剛看起來有點難過 沒有 我是在跟你討論說 我不懂為什麼那些人會挑一些這麼爛的點來攻擊 很多人在網路上會覺得說 我們可能很支持美國的 拜登啊 拜登之類的 比如說我們是左膠啊 什麼的 那今天因為美國大選再來開票嘛 對 可是沒有開完 那我們就喔好吧 那今天就這樣子 然後在樓上拍了一張大合照 然後就有很多人留言說 你看吧你們都在崩潰吧 不要強言換笑了 然後我就 也沒有啊 就真的沒開完啊 然後今天很累 然後覺得 哇他們真的很關心我們 謝謝 你還不習慣紅齁 啊不習慣 怎麼辦 老師我該怎麼處理 因為他常常就是情緒起伏很大 對 然後一被罵就很介意會睡不著 怎麼辦 不行 凱莉你已經習慣了嗎 她很做自己 其實她很OK 對我就是個活在自己世界裡的人 所以她沒有 對她沒有什麼影響 那你這樣不行啊 那她該怎麼辦 你因為尤其處女座 又很容易看到細節 我的意思是說 天生的 那有一粒飯粒 最髒的地方 你就一直看著她 其他乾乾淨淨飄飄亮亮 你都看不見 這很可怕耶 這個個性 那怎麼辦 這就天生的啊 是啊 如果你去做半導體好了 那個是一點灰塵都不能有的 不會我們看到那一粒 髒髒的飯 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把它 丟掉 或者是在她那旁邊放很多廣告 所以大家要去看到她之前 都先看廣告 我覺得你還是太慎重的對待他們了 真的 因為會這樣做代表我還care 是 要想辦法就連插廣告這件事情都不要到 你可能要一點時間啦 你也有一點時間去習慣就是 黑粉也是粉的這個事實 她有救嗎 我還可以跟她搭檔嗎 嗯 因為其實 媽媽快拿走 快拿走 我覺得還不錯 我眼睛放光芒了嗎 我眼睛放光芒了嗎 就其實可以適時的放手 沒有關係 沒有啦 我回到我們第一題啦 就是我是一個對新媒體一直很感興趣的人 嗯 在很多人沒有做直播的時候 我就已經在做直播了 是啊 然後那個時候我做直播 連我的經紀人都搞不清楚 你在幹嘛 就是 欸 人家花錢通告請你都請不來 你為什麼在這裡做免費的 然後我在那邊講東講西 然後 又曝露了很多自己 他們覺得這樣不太好 公眾人物要有一點神秘感 尤其是你們做這一行的 更應該要神秘嗎 更應該要神秘嗎 要個水晶球 忍不住 你還是凱莉 凱莉 我們來討論一下 我是幹哪一行的 其實我一直覺得我是幹媒體的 我並不是幹占星的 其實我同意這一點 所以不能算算命的 我沒有在算命啊 可是你一直說誰誰誰誰 你一定要沒有算命 哦那個是講星象 嗯 那個是講星象 那個不是講某一個人的命怎麼樣 然後你幾歲會怎麼樣 並不是這樣 完蛋了這樣回答我一半問題都不能問 哈哈哈哈 你很強欸 好強哦 媽的堵我的嘴 哈哈哈哈 很強欸 謝謝 好的 沒有啦 所以 我就說啊 我對媒體這個很很有興趣的這件事情 可能也鼓勵了我 就勇於長心 後來直播的世界就被我弄起來了嘛 然後大家 而且我會 我有一陣子就是焦慮到 哎呀我要播什麼 我要播什麼 我已經沒得好播了 然後我就跟幾個朋友聊 幾個朋友就說 開你家冰箱 哈哈 我就說 蛤我家冰箱 我馬上腦子飄過我家冰箱 冰了三碗藕米薩 而且已經這樣倒扣都不會掉下來的地步 我確定要打開嗎 我確定嗎 我確定嗎 我裡面還有25個胡椒餅 所以你就打開來說 啊這個藕米薩水膩 沒有沒有 沒有水了啦 結果我告訴你 我那一則直播大受歡迎 大家覺得 唐老師好可愛喔 你家冰箱比我家還髒 哈哈哈哈 怎麼這麼離譜 然後 我忽然間就看到了一個新的可能 就是原來做自己 好開心 然後觀眾也好喜歡 然後他對我並沒有造成傷害 因為我本來 大家可能對我本來就沒有什麼盼望吧 你又不是鍾楚紅 你又不是林青霞這樣子 其實這一點很對 我覺得老師有抓到這個做新媒體的重點 不行完蛋了我不認同 為什麼 做自己 你整天在教學一直跟人家說什麼 做自己 我認同做自己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 國師你給人還是有一個距離感 你看你光都打這麼美 所以我覺得是有做自己 你看這個米老鼠 米老鼠 做自己就是要到 有時候就是很醜 然後穿很醜 然後素顏 然後從這裡拍 那是你們這種天生麗質的人 才會這樣說 好不好 我們年華老去 當然要補光啊 所以其實 你這個光 不就打給你們 哈哈哈哈 對其實我們對光也是很美 其實我們對光也是很美 我們對光射訓得非常好 是不是 老師現在做的這個角度 其實是給凱莉 你看頭髮還有頭髮光 你看她還藏在上面 哇 打得很好欸 對希望今天會讓你覺得特別美 有氣質空靈的感覺 我剛剛有特別要求我要坐這個位子 嗯 因為會小隻一點 對 哈哈哈哈 沒錯 被大家發現我的秘密了 沒錯 我有看你們的影片 你居然發現座裡面的看起來比較小隻 對每一個座裡面的都比較小隻 好啦 不過剛剛講到這個黑粉這件事情 嗯 那老師你受到批評的時候 你怎麼去處理 對啊 我跟你講 真的 我剛開始也像Can一樣 我會很介意 我心裡想我沒做錯什麼 而且我其實做的是有貢獻的事情 你又不認識我 你也沒看我的東西 我一看就知道他就是情緒發泄嘛 嗯 我後來就轉念一想 一個陌生人在我面前說什麼 我都不見得認真聽了 這個在網路上不知道是誰的人 我幹嘛那麼認真對待他 嗯 這是第一 第二 有一天我點進那個Line新聞啊 我常在Line新聞被罵 我剛開始還蠻有點憂鬱 因為大概點下來一百多則留言 都是罵我的 蛤 罵你什麼 比如說你叫我國師 他們就不高興了 為什麼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他們就 哈哈哈哈 除了說為什麼台灣的宗教肯辯 沒有他們就會覺得你沒有那麼了不起 哦 你是誰 或者是怎麼可以得到這個尊稱 就是你就是個什麼怪力亂神啊 亂講話的一個人啊 胖大神啊 就是很難聽的話都講出來了 然後我就很介意 但後來我就開始學會不刷他 比如說看到我的新聞標題 又被拿來寫了 我就不刷他 有一天我看到一個星座新聞 什麼什麼的前五名 是什麼星座 我覺得標題還蠻有興趣 我就點進去看 也覺得他講的有道理 我心裡想 那這麼有道理 下面的網友會怎麼回呢 嗯 我發現沒有人回 哎呀 他講的這麼有道理 沒有人回 然後 可是他不是有相關新聞嗎 我又看到一則我的新聞 嗯 他的沒有人回 那我的呢 一點進去 又是一百多則留言 到那個時候 我開始覺得很愉悅 哦 當然你點進去還是被罵的 哈哈哈 可是 有一百多則留言 我居然愉悅起來了 因為比零好嘛 對不對 哦 你懂嗎 我懂啊 就是黑粉也是粉嘛 就是 流量再怎麼說都是流量 那個代表什麼你知道嗎 他對我有感覺 有感覺到要用他的真名來留言 是啦 只是我覺得我還是在那個 適應的 而且今天療癒大會 對啊好棒哦 幫我治療他一下 我已經沒辦法處理了 沒有廟公也常常在跟我安撫 他就是說 我要習慣啊 對 我們有廟公 我們的業務是廟公S 我們這邊大家的名字都很奇怪 蛇編啊 廟公 不過就是大家常常就是 在討論這些事情嘛 然後在開導我的概念 就是說 我要怎麼樣說 不要憂鬱 不要焦躁 對不對 好那如果憂鬱焦躁 會影響你的節目品質 這樣你會不會願意改進它 當然啊 而且其實它會影響到 就是我平日的生活 就之前 現在真的是 相對來說已經好很多了 你記得那之前我真的是 晚上睡覺我還 就會覺得說 奇怪這些人 我不認識他們在講什麼 正是因為不認識 所以不用在意 對 因為凱莉她是常常用說 這些 negative energy 對不對 她就把它轉成正面的 她說 來啊反正你們怎麼罵我 就是寫成段子 然後拿出來攻擊你就好 她是這種 她是亞馬遜 那種戰士的感覺 也沒有啦 我就免費的素材欸 為什麼不用 沒錯沒錯 然後那時候我就 開始慢慢process這件事情 說 其實 另外一個方向來看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正面的 而且其實某種程度 這代表凱莉有自信 然後 我覺得Kent 你有過度謙虛的問題 你可能把自己看得比較扁一點 你這麼圓 你要把自己看 哈哈哈哈 你說的也是 你不變 你是圓的 你不變 你是圓的 我是圓的 跟爸玩一樣 軟軟的 就是吃的不夠胖 加油囉 好 我多吃一點 以後每次都有全球炸雞在桌上 那剛剛唐老師有講到 你有看到別人分析星座 所以我想問一下你們 就是星座分析 有沒有分流派 欸 其實我個人覺得 我自己好像已經成為一個派了 哦 自成一派 因為其實我覺得學占星應該說 它就是一個工具嘛 然後接下來你就是 好像你會指揮抖書 你會看什麼面相 你要怎麼去發揮它 你會看風水 你要怎麼去發揮它 你是要一個一個接case呢 還是你要在網路上去怎麼說它 最近我覺得網路上的影片 有個叫流氓的小女生 哦 對 他的那個 他比如說他講面相 他就不是以一個老師的姿態 他就是用一個很趣味的方式 去分享這個專業知識 那你也不會覺得他是個老師 但是他又講得沒有錯 因為很多人講一些知識 他用的是網路上搜集來的資料嘛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代 已經沒有所謂的什麼流派了 我覺得 那你會不會覺得那個 那個占星的講得不對 我要糾正他 欸不會欸 如果他講得太離譜 我當然要糾正 比如啦 比如說有一些通則 水星一定是在太陽星座的前一個 本座或後一個 比如凱莉你是天蝎 那水星就可能是天秤天蝎或射手 倘若有一個人告訴你說 哎呀凱莉啊你的太陽是天蝎 但是我猜你的水星應該是水瓶吧 因為你講話可能非常的奇特啦 或者是會容易突催啦 他這樣講我就知道他是沒有知識的人 那這個當然就要糾正 因為這個是他的一個學 那你有曾經跳出來糾正過誰嗎 有打過誰臉 嗯沒有 不會 這種事情已經變成常識了 占星 那所以近二十年來 好像已經沒有人會犯這種非常基礎的錯 但是在三十年前還有 就還有人在報紙上寫專欄的時候這樣寫 那很久以前 就是那時候什麼星星王子 那時候嗎 那個時候還有很多啦 哇好久以前的耶 馬法達 我小時候也看馬法達長大的啊 哦 那你是那時候就開始對星座有興趣嗎 還是你什麼時候 小時候就有星座感興趣啊 為什麼會對星座有興趣啊 對啊為什麼 為什麼不會對紫薇 對就是為什麼不會對紫薇 為什麼選星座 為什麼為什麼不算命 我問你 凱莉你也當過少女吧 當然當然我不是長大就生出來就這樣 你有戀愛煩惱 我跟你講 你有戀愛煩惱 你不會想要了解一下怎麼樣去功課他 他都是帶給別人煩惱的那樣 自己看到這個樣子 我懂了 我覺得我身邊的人可能都對星座很有興趣 你都是被追的啦 你都不像我們 我們有挫折感啊 我們就會想辦法找出原因 我覺得大家對我很多誤會 其實老實說我小時候也會看星座 蛤 蛤 我剛剛才跟別人講 我好像沒有跟別人 好像在出櫃啊 哈哈哈哈 你為什麼你會看 你會看 你看我現在很不幸 但我以前 我以前會買星座書 這樣講 Oh my God 哇塞 你會爽啊 你後來怎麼回事 你遇到什麼錯誤的星座專家嗎 你遇到什麼錯誤的星座專家嗎 我真的覺得有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是天蠍座 我們從小就要面臨天蠍座霸凌 天蠍座有什麼霸凌 陳福很深啊 心氣很重啊 對 對 然後適合當殯葬業者啊 這個倒是沒有 這個沒有 不是嗎 我那時候以為我的人生已經被定義了 你可以去跳那個舞 如果被當 如果被當殯葬業者 這我還好 可是要性慾強呢 性慾強 性慾強 哦 性慾也是有 對 從小你還未經事事就要說 你陳福很深 心氣很重 性慾很強 然後又要被說很專情 可是我沒有 所以你可能沒有然後被講到性慾 就是說好吧我只要證明自己 沒有 性慾強是真的有 但是 但是 專情真的沒有 哦 現在有 現在有 那就結婚那老了 我覺得不一樣 那不是專情 那只是懶了 累了 累了 我真的掉球給你 你就太球飛過去 不是我真的就覺得 從小就覺得 你又不認識我 你憑什麼就是這樣判定我 沒錯沒錯 你看我覺得我是因為受到這個霸凌 從此我就覺得我再也不要相信星座 我覺得那是一個切入點的問題 其實你如果學占星 你就會發現有一些星座的關鍵字 那這個什麼報復啦 心機啦 這個其實是天蠍的關鍵字 那並不代表太陽天蠍的人 就是我們在天蠍階段生日的人 是這樣的人 可是呢 因為很多人就拿這個關鍵字 就來開始定義這個人了 就好像處女座館清潔整齊 所有的處女座看到我就說 哦 我很髒 所以老師一進來我說 老師剛剛問我說 看你是什麼星座 我說老師我超髒 她真的很髒啊 那個旁邊都有垃圾 現在還有嗎 而且還有有人說 我跟你講 我是一個偏獅子的處女座 我說那你還是處女座 應該這麼說啦 其實每一個星掉進那個星座 她會用不同的方法演繹它 所以倘若你一開始聽到的是 我的版本的星座 你就不會這麼受傷了 那你的版本的天蠍座會是什麼 我的版本就是太陽 你就把它想成是一個spa light 我們帶著一個spa light 進到天蠍的世界裡 所以其實太陽天蠍的人 是很願意去挑戰那些最黑最髒 然後最秘密 然後最神秘的地方 所以通常天蠍座 為什麼它可以成為殯葬業卷呢 因為我們不怕 之類的 我剛剛以為是 是A的方面 最深最神秘 這也是正確的 是 的地方是 我剛剛覺得好準 結果你就說殯葬業 沒有開玩笑 怎麼知道我的興趣 所以或者是呢 我們用陽光的方式 來表達所謂的報復 那就是讓自己更好 天蠍座這一點很好勝吧 還好 還好 你有沒有發現我整個頭轉開 或者是 或者是 很容易成為心理學家 偵探 像李昌鈺 他就是 他就是天蠍座 所以他 不細心怎麼當偵探 他真的整天在見 忘東西了 真的 他的信用卡 剛剛才忘記 所以我覺得你命很好啊 你剛剛 你剛剛說過就是 你應該是 就一直被追的那一個 你才會沒有耐心 這樣子 或者是不專情 這樣子 你要知道我們千辛萬苦 追到的我們呵護 對方都來不及 天蠍是 渣男培訓機 OK 那你眼光好嗎 你婚姻還好嗎 很好 真的是很特別的天蠍座 好啦 我知道所有的星座 當你被定義的時候 以現代人來說 是非常不爽的 我覺得我們的時代 也往前邁進一步了 在我們以前的那個時代 我覺得人的迷惘 是還很願意去參考一些東西 但是這個時代 我覺得資訊是爆炸的 那每一個人就尋找自我的方式 就變成不是尋求權威了 可能更像內探尋吧 所以就算我要使用摘心 我覺得我的角度也是要與時俱進 我不是給出指導 我可能是給出一個說法 而且這個說法 必須符合普羅大眾的期待 而且我20年前服務的20歲少女 他們已經是40歲了 那但是又會有新EP的20歲 新EP的20歲 他們一樣有愛情的煩惱 但是他們可能狀態啦 困境啦 都跟以前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怎麼可以不進步呢 我們怎麼可以不去新媒體 然後去接觸這些人呢 其實這蠻合理的 你看20年前那些人 不會遭受到網路霸凌 或網路愛情這種問題 也對 可是現在可能就是 老師我Tinder上遇到渣男 就是以前沒有的問題嘛 而且以前的那個明星們 或者是名人們 有時候是跟 比如說新聞記者很交好 然後就會可以被包裝 常常上新聞 然後記者也說他的好話 他很可能形象就很好 那你就以為他很厲害 但也許在這個時代 這樣這一套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有真材實料 你每天都在接受各個網友 那麼多人的檢視 對吧 就你不要講我了 你講一般的明星 說錯一句話就好 是不是就可能被圍剿到 可能消失半年都不出來 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對不對 什麼東西又被放大檢視 所以我覺得 我很有興趣新媒體 但我也對新媒體戒身恐懼 那老師你這樣子開始 就踏入星座 就是看星象這個領域以後 你有發現說 裡面很多什麼星象老師 跟你想像中不太一樣 他們可能在書上 把自己寫的一個樣子 可是實際上你跟他們見面 跟他們探討 討論的時候說 欸 好像不是那個樣子 我如果告訴你 我不是很關注他人 你會很意外 完全不意外 機械還好 是這樣子的 我很忙 沒空理他們 有時候還會需要 譬如說我的粉絲啊 幾個有我私人帳號的 他們就會告訴我說 老師這個人你看他這樣說 我說啊 你就讓他說 他說 有人信他怎麼辦 我說 幾個人信 二十個 我說 那就讓他去 那是那些人的命 他們為什麼沒有判斷能力呢 他們為什麼沒有判斷能力呢 有些人的錯 一眼就可以看圈 為什麼你還願意相信 你可能更被自己的欲望蒙蔽 比如說這個人他告訴你 你只要做什麼就會好起來 然後你就相信了他 那是因為你太想快點好起來了 以至於不擇手段 連這個方法那麼瞎你都相信 穿了紅內褲 就好了嗎 就會贏嗎 穿了紅內衣 就會怎麼樣嗎 踩了小人襪 小人就不見嗎 我覺得不可能 邏輯一點OK 什麼時代了 我喜歡 你喜歡吧 可是剛剛那個路數 你的臉是喜歡的臉喔 對我喜歡 可是剛剛那個路數 不是占星會提到的對不對 不是 在我心目中占星學應該是 就是讓你認識自己的工具 嗯 他本身就是這樣 那你能不能變好 比如說Can 能不能從你的憂鬱狀態走出來 完全看你的心態 你願不願意轉變 我給你一個什麼神器 我把這兩盞燈給你 來 你把它別在你的胸口 明天就會好了 變得發亮的那一盞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就可以了 你覺得這樣這燈會不會慢一點 但是如果是因為這樣子 而大家去買這個燈 那我覺得太瞎了 我也幹不出這種事情來 太弱智了 可是你不能保證 這世界上沒有人這樣做 我相信很多人 有人太想賣東西 他就會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還是要判斷 我們去當糾察隊抓也抓不完 但有些人可能就需要這種儀式感 嗯 他們沒有辦法自己心裡就是突然就好轉 或是自己心態轉變 他就是需要別兩個燈在那裡頭 他就覺得我好像會變好 然後說服自己變好 他可能就真的會變好 可能是自我催眠的一種方式 對某種程度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像宗教裡面的禱告 也是這個概念 那是一種自我催眠的某種方式 或者是希望大家許願 所以我是鼓勵大家 比如說我有一個心願許願啊 然後每一個月一次 或者是每個月的月運 那個月運的直播 我的月運直播通常都四到五個小時 也不會輸給你們的大選直播 我們快死了好不好 而且是我一個人喔 真的很強 我們大概還有八九個人 你中間要上廁所怎麼辦 沒有 我連水都很少喝 因為你知道要四到五個小時 所以水就不碰 對我就不碰 Holy crap 這很硬欸 真的很辛苦 做完整個天就虛脫了 偷糖廠商來找我 我也有Podcast 老師我不信你 沒有 對啊 你之前我看過你的直播 是很多廠商的名字耶 直接放在後面耶 你是我們一開始學習的對象耶 我的月運是有的 我的月運是有的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也不適合 我當購物專家 去叫賣商品 但是我不介意在我長達四個小時的解說過程 我覺得後面這麼空 好可惜 我又不可能去賣我的粉絲 就是東西來賺他們的錢 我也不希望他們花錢 所以如果後面有人願意放一個廣告 OK的 就露出這樣 對就露出 而且我也會盡量減短我的幫廠商打廣告的時間 因為你們的廣告我都會跳過 可惡 可惡 可是我們的廣告都是 那個突然插進來 像中間這種的 有有有 你就會聽到 我如果猝不及防 我就沒有辦法跳過 但如果我急著想聽你們的聲音 繼續這個話題 我就會跳過 所以我很清楚 就是我覺得廣告的置入也是一門學問 真的是學問 那時間的難念 我們一定要做到讓你會想聽 我們繼續努力 對 好 好 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好 我們一定要讓老師下次說 欸你們的業配講得不錯 下次見面的時候 好 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跟你講你們是領頭羊 你們的方式也會被別人參考 所以我也等著參考你們的 好 我們也參考一下老師的 好 後面 你再多放一點好了 你放後面 好 我們休息一下喝點水 We'll be right back 要插廣告 而且你來一定要插爆啊 廟公 廟公努力一下 什麼 天天吃優格 不會瘦還會胖 你沒聽錯 這是因為有些市售優格的含糖量很高 吃多的是負擔才不健康 最近我愛上了自製優格 推薦你加若油味噌常溫優格菌 只要把菌粉加入鮮奶 常溫發酵24小時 牛奶就會變優格 熱量甜度都不會增加 好吃到我連碗底都舔得很乾淨 超推 加若油蝦皮賣場單核250免運 百靈果專屬優惠代碼 I believe再折50元喔 憲政預購中 將於11月2號出貨喔 好我們回來了 欸有冰塊嗎 好棒喔謝謝你 沒有冰塊 我覺得我們的冰箱比較low 不夠好沒有辦法給老師冰塊 我們的冰箱沒有辦法製冰 覺得好羞恥喔 沒有冷凍 希望可以由廠商來置入一下 直接講 有需求要講出來 欸你配的度很高欸 而且我演得很好你們幹嘛不要幹啦 欸你可以接不下去 我沒有辦法 我看到就開心了 說我演技好 老師演技很好 謝謝 所以你在跟人家講解他們的星座跟運勢 你也會演嗎 他還不會啊 因為你看到他們接下來運勢可能非常非常差 你會跟他說 爛爆你完蛋你沒救了 好這個問題喔 我覺得分三個層次 我覺得 現在已經沒有人敢叫我幫他看他的命盤了 蛤為什麼 他們應該會覺得這樣很浪費花我的時間啦 那因為他們也知道我很忙嘛 所以 通常都是我自己開口 譬如說我聽完了你的故事 太離奇了 譬如說 一天出了三次車禍 我就忍不住說你命盤給我一下 那你既然給了我命盤 我可能就需要解說一下 那 第二 就是你剛剛說他如果有運氣不好 一般來說我覺得好像人是相應的 我不太遇到真的運氣很不好的人 頂多那是他生涯當中的一個插曲 或者是小狀況 那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如果真的很不好 我會說 但是我會用不要那麼嚇他的方式說 因為 一旦那個話從我的嘴裡出來 我覺得都會被放大解釋 他很可能也會很害怕 嗯 我最常講的一個笑話 真的超好笑 很久以前 我曾經在那個電話裡面跟一個朋友聊這樣 他命盤給我了 我就說 喔好好好 我看一下 然後他就 對我就 倒抽一口涼氣 然後他就嚇死了 他說 我會死嗎 我說 你等一下我去關一下瓦斯 我在燒開水 我說你等一下我忘記關瓦斯 唉 但是我就 從此發現 我的一舉一動 我的一平一笑 我的呼吸 他都嚇死了 所以他會死嗎 他不會死 真的看得出來誰 什麼時候會死嗎 嗯 其實看得出來 噢 shit 那我 這也太可怕了 但是你知道凱莉 我們研究這個 我們就會收集很多案例 嗯 然後也 譬如說 某個人過世了 我們就會拼命的找他死掉的原因 就是事後諸葛一下 嗯 因為你可以倒推回去 然後去學到很多東西 嗯 有的人真的推不出來 有的人是真的推不出來 那因為 所謂的推運有很多 很多種推法 所以我們就會去寄望 就說 OK我最常用的這三種方法 都推不出來 那是不是還有第四 應該那個第四種方法 第五種方法 可能是推得出來的 但是後來 如果你是這樣子去推的話 就會覺得有點鑽牛角尖 嗯 最好的當然是 看到一張命盤 你可能一眼就可以看到很多 那是最 功力最高的一個表現 可是推出來 有很多方法 意思是用 占星學 還是會用紫薇抖數 還是用 命盤 還是 性靈學 我如果用占星 我就直接一直 一路用占星 不會互相 不會綜合起來用 其實我剛開始學的時候 我是很想綜合的 對啊 我以為一定要綜合 才會最表的 還要搭配液精 對啊 所以難得我中文那麼強 可以看那個中文的 對八字什麼紫薇 沒錯沒錯 可以混在一起啊 對呀 你只能學一種啊 可是你知道嗎 我中文的都學不會 紫薇抖數啦 八字啦 姓名學啦 我沒有一個學得會的 怎麼會學不會 我以為就是看書 找老師這樣就好 對啊 沒有沒有 我八字學了三次 認認真真找一個老師學三次 但是 你再給我新的一個人的八字 八個字擺在那裡 我看來還是沒感覺 感覺很重要 因為那些很厲害的八字的人 他們好像看到那八個字 他腦中就有畫面 比如說他 那個老師在跟我聊的時候 他說 這個八字就是 你想像一個 天氣不太好的 冷冷的山上 有一棵樹 然後土地又有點贫瘀 你知道我們不是有一個朋友 最近去看嗎 然後那個老師就看到梁亭 在這台旁邊 對我記得 對 他就會看到這種東西 然後他就於是可以斷定 這個人可能就是很辛苦 因為山上很冷 然後土地又贫瘀 又乾乾的這樣子 所以這個如果有陽光來照射 又澆一點水 就會很好 所以他喜歡火 有陽光 他也喜歡水 有水 所以火年跟水年 他的運氣就會比較好 是這樣子 他們是這樣子看的 可是你知道我是一個沒有畫面的人 我看到那八個字 我一點畫面都沒有 然後我只能當小白一直望著老師 我就發現我完全沒有天分 可是我看命盤 我是有畫面的 所以在學習的過程 是要學那個想像力的連結 還是是學 你學的其實是那個原理 比如說 甲蚁就是木 餅釘就是火 你學的是原理 然後最終你要把這個原理內化 以至於你看到那八個字會有畫面 所以那個老師有畫面 也是不得已的 因為他們必須講給我聽 然後所以他會描摩一個畫面 而不是說每個人都要通靈 並不是 所以學不會就真的學不會 對 因為我學三次 我心裡想一定是這個老師不會教 A老師不行 B老師 也不行 他行我不行 C老師也是他行我不行 那我就知道我是真的不行 是你不行 那那個寵物溝通也是這樣的邏輯嗎 寵物溝通我沒有接觸 但是我有去接觸一個寵物溝通師 請他幫我看我的貓 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有意思 然後怎麼說 因為我超不幸 而且我有體驗過 體驗有夠差 因為你 你的體驗是差的 我的體驗是好的 怎麼說你是怎麼樣 他是我員工的學姐 那員工的學姐 我就一直告訴我員工 你不要告訴他我貓的狀況 那他們的方式就是看照片 對 那老實說 這個方式 因為我也沒學過 所以我其實也是 半信半疑 但是如果 他可以透過這隻貓的溝通 講出我家的事情 那可能就可以有機會取信於我 那先把照片給他 然後慎重地告訴我說 請你跟你的貓說 這幾天會有一個小姐姐跟他聊天 請他不要害怕 那你真的有跟你的貓說 我就跟他講 我就看著我的貓 這幾天會有一個小姐姐跟你的小姐姐 請你不要害怕 他長得很可愛 他的臉很可愛 給你們看 喔 很可愛 所以我也不確定他有沒有聽懂 好然後 接下來就是 我終於可以跟寵物溝通師溝通了 我們是網路上用line溝通 所以用打字的有點慢 蛤 他也只給我一個半小時 然後我們在那個溝通時間 他就直接問我 他說 你家有沒有黑色的地板 我說有 有 然後他說 他就講了幾個 你家有沒有 嗯 一個窗台 那個台子 可以看外面 我就心裡想 有 可是窗台不是都看外面嗎 哈哈哈哈 這是我問題啦 有窗台不是看外面嗎 那你等我一下 你先等我一下 哈哈哈哈 來 他還說 他還有 還有一個紅色的椅子 然後 嗯 沙發椅 他說紅色沙發椅 那我就知道 他講的是一隻單椅 嗯 然後以及 你有鯊魚夾嗎 我就說 有 好他就 他就說OK 那應該有連到你家的貓 既然 他說的這些畫面 我家都有 然後他就告訴我 他剛剛講的那幾個地方 都是他最喜歡的地方 那 我告訴你 這時候我就起雞皮疙瘩了 因為 我的貓真的很喜歡坐在那個椅子上陪我 他是 而且我不在的時候 他也會跳到那邊睡覺 那窗台是我化妝的地方 設計師幫我做成 鏡子的旁邊就是一個窗台 就一個洞 然後他就會在那個地方跟我眼睛平視 所以我化妝的時候 他可以看著我的臉 哦 所以都是貓咪的視線 就對了 對對對 然後以及鯊魚夾 他說 我的貓跟他說 我告訴你哦 我媽媽很漂亮 但是他沒有什麼自信 我聽到這裡 我就快要眼淚了 要哭了 真的 他說 他很喜歡照鏡子 然後 真的超喜歡的 還會打燈這樣 我就說那是自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這件事只有貓知道 嗯 我在家裡 如果覺得那個裝法很不錯 我就會自拍一百張 每一天 一百張 想知道 是哪一支手機 哈哈哈哈 我會把 我會用這支專門拍照的手機 然後拍完以後 再傳過來這邊 對 我的天啊 好多 真的 這不是開玩笑 這不是開玩笑的 這不是開玩笑 最近有點變醜了 所以我就不太愛自拍 可是我之前是真的很誇張的 哦 看到了嗎 而且我一拍就是一百張 而且連口罩的都有 對 真的是 所以 很愛自拍欸 然後我的貓說 我最漂亮就是 鯊魚夾 戴眼鏡 穿水衣 這是他心目中的漂亮 那你有拿來跟你的粉絲試過那個造型嗎 沒有 那你不相信 你貓的賣斷力啊 你下次再直播看看 哈哈哈 鯊魚夾 不可能 欸貓 貓的話 相信貓的直覺啊 他在報恩 然後他也 他也講出了 我覺得很有智慧的話 從此以後我對他另眼相看 嗯 他說如果一無所有就可以得到幸福 那為什麼還要 嗯 意思就是說那麼累那麼辛苦 追求成功 嗯 那 講了以後你的感覺是 那個溝通師就告訴我說 我翻譯的不太好 他大概是這個意思啊 欸我覺得你的貓很聰明欸 啊 他還告訴我你會打嗝 啊 欸不要再講了 不要再講了 他還在 文字裡 就講說夜深人靜的時候 然後老師都 哈哈哈 貓都知道 哈哈哈 哈哈哈 貓會震動 沒有他開玩笑 哈哈哈 哈哈哈 開玩笑 開玩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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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直男 哈哈哈 開玩笑 哈哈哈 剪掉了 西蘭不可以剪掉哦 哈哈哈 哈哈哈 沒有啦 後來後來 呃 他我就覺得 哇我的貓咪居然想這麼多 嗯 然後 因為我眼中看起來他真的很單純 嗯 那 重點是之後 我覺得自從那一次溝通之後 他完全變了 他變得很安定 他是一直 之前是 之前比較毛躁 呃 有點 有一種好像他講什麼我都聽不懂 喵喵喵 因為他喵什麼我都給他吃的 哈哈哈 我就當作他餓了 然後給他吃這個給他吃那個 然後有時候他還在喵我就不高興了 我都已經給你吃了 你為什麼還要喵 我們人類就是這樣對待貓咪的 就有一種打發他的感覺 嗯 那深深的反省 我覺得欸 有溝通之後我覺得他安定很多 他現在是不是隨和很多 你們自己說 他們說不知道 他們這樣 那他現在喵喵喵你還是餵他東西 還是你就說來我們來自拍這樣 我會嘗試跟他對話 我會開始 我覺得如果溝通師那個陌生人都可以跟他通 我為什麼不能 嗯 我試著 所以我就常常會有一種 他喵我就說 好我知道 好待會我就上床睡覺好不好 他真的就不喵了 嗯 嗯 嗯 那你的 你的體驗不好是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都不假的啊 他是騙你的 我覺得那完全就是騙我 但是因為當下是我家人跟我一起 一起聽那個寵物溝通 那時候是我去世的狗狗 嗯 然後那時候聽的時候 我覺得我覺得都在後懶 可是我身邊的家人就是信到不行 嗯 天哪怎麼可以 差這麼多 差這麼多 然後我就覺得 就整個都是後懶啊 我就是完全不信 呃 家人很信總有原因 我覺得他需要一個心靈上的慰藉 我當下的第一個反應是這樣 所以他講的是 過世的狗狗說了什麼話 意思是 對對對 那因為很愛那隻狗的關係 很思念就會相信 可是我也很愛啊 你不知道 沒有沒有 他們 可是他沒有講到你家的擺設什麼的嗎 有一些秘密只有你知道的 欸沒有他會說 譬如說他說 你的狗很愛舔你啊 最喜歡舔你 因為他很愛媽媽 我想說我狗從來不舔我 哦 哦 這倒是 對啊 他以為會中 因為狗狗常常是舔主人 對可我那隻狗是不舔我的這樣 可是他有講到一些 我的家人覺得很重的 但我就覺得只是正好 對啊 他就是不舔我 所以那個 溝通師的 口碑如何 你們找上他的原因 當然不是我啦 是我家人找 就是說很準 也是很怎麼樣 所以你是在說你家人很瞎嗎 對 這件事跟他講很多次 OK的 我沒有說是哪一個家人 這邊不用撿 不用撿 對啦 但是對他來說有用我就尊重 對 那說到這個 老師你有覺得台灣人特別喜歡看星座這件事情嗎 因為我發現 以前我在國外讀書的時候 旁邊的人就是 對星座談 就是在談星座的時候 並沒有這麼多人 有感覺 可是我回台灣以後發現每一個人 對 都在說星座怎麼樣 然後又說我水膩 什麼都水膩 很有知識的朋友 像敏迪 然後他或者是像酸酸 他們說我都有在學之類的 我說欸 奇怪 對為什麼 以前在國外我真的很少遇到 有人在看星座 應該是台灣有一個占星師 叫唐琪 很正派的經營 所以使得大家對這本學問 跟好感度抖升 的關係吧 哈哈哈 你不覺得如果我是怪力亂神 台灣人那麼聰明 他們會相信嗎 我覺得這當然一定有影響 對對對 因為國外真的沒有像 但是你真的覺得沒有台灣人比較喜歡怪力亂神嗎 沒有欸 我不覺得 你這樣講的話 台灣人很愛算命欸 什麼都要算 台灣有很 很棒的宮廟文化 那你也可以想見 我覺得台灣人樂天之命這件事 你看樂天 知命是不是會對命運有興趣 是這個意思 所以宮廟文化的存在啦 星座的存在 或者是 上天把我生在台灣 我覺得都有這個意思喔 嗯 這個路數超強 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應付 果然酸酸說 你們這個問題打倒不了他的 真的 他在業界混這麼多年 混到現在在地位 你們這些問題他看不上眼 對他覺得蠻弱 對 他昨天這樣跟我講 我就說那你想幾個厲害的來 來來來來 他就說你們加油 凱莉 哈哈哈哈 凱莉 我不是要混這個業界 我是經營這個業界 是建立了這個業界 經營經營經營 是我定義 欸我也是苦過來的好不好 我一直覺得我是個邊緣人欸 我說實在的啊 為什麼會苦過來 我以為做這個這一行 還不錯啊 欸我告訴你 我的苦就是一路上 什麼錢我都不能賺的苦 蛤為什麼 為什麼 我想要保持 清高的名聲啊 有哪些錢可以賺你不賺 以後這一路上 所有會找算命老師賣的東西 置入的東西 或者是 包括以前什麼 打電話算命這種 你錄幾折 然後打電話來的人 就丟一折給他的這種錢 我都從來沒有賺過 而這些錢 第一個都會想到我 但是我這一路過來 我的辛苦就在於 什麼錢都不能賺 是這樣子辛苦了 二十幾年 然後只賺通告費 只賺我 輸的版稅 然後走到今天 所以靠新媒體 你才覺得真正有財富自由 嗯 靠新媒體 我覺得我會 開始有了發言權 而且我在以前喔 以前 還要在被記者定義的時候 我也是非常倒霉的 因為我們天蠍座的職言不會 或我們的性格 記者可能不是那麼的喜歡 比如說他如果打電話 問我一些很蠢的問題 我今天現在已經不會這樣對你們了 但如果是以前我就會說 你們確定你們這麼不友善的話題 別人會回答嗎 對不對 你不要再問我了 我對他沒有仇恨 你們為什麼一直要拉仇恨呢 我覺得你們記者這樣很不好欸 你們這樣會不會製造社會亂源 然後他就把我寫得更黑 我以前是這樣生存過來的 真的 我是從 真的後來他們就說 欸你真的很不會應對媒體欸 對啊 你真的完全是在找茬欸 我也曾經想過要不要退出江湖 就好好寫書 可是我又覺得 這個位子如果我不做就是別人做 你不爽別人就是做得不好 還可以做那個位子 不是不爽 是不放心 我覺得我比較正派 那不正派的人會做哪些事情 不正派可能就會 就像你說的啊 就開始賣奶頭燈這樣 或者是你只要喝這杯咖啡你就有桃花 來買一百包 其實是會有欸 可是你覺得如果真的要賺 用這種星座來賺錢 最好賺的錢是什麼錢 現在坊間應該其他的星座專家就是上課吧 上課其實是最好賺的 收學費 或者是幫人家諮商 可是我很尊敬幫人家諮商的人 因為那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那其實很像一個心理諮商的過程 而且你可能還要被罵不準 來的人很可能都是人生最低潮 比如說剛分手他已經快要去撞牆了 然後他可能還會逼問你 我什麼時候可以跟他附和他會不會來找我 他怎麼還沒有來找我 很可能就會遇到這種人啊 那你真的是辛苦錢欸 你在安慰一個落魄人欸 那你有做過嗎 我在剛學占星跟上電視之前的這段時間 我有在做 智商的原因是 一我覺得我需要磨練我的經驗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的生命故事 比如說我們看到一張星圖 你真的就只是一張圖啊 那張圖如果沒有透過這個人的故事 他是不會立體化的 他是不會月染紙上 譬如說月亮牡羊好了 這個人應該有點性急 可是明明這個人就是 在你面前文質彬彬 動作緩慢 怎麼會性急咧 然後一直到有一天我說 你可以讓我搭個便車去哪裡嗎 坐上他的車我才知道 啪 遇到紅燈 啪啪啪這樣子 然後一路上路怒症 我才發現 哦 是真的 那我就告訴我自己 永遠不要相信眼前 永遠要相信這張命盤 哈哈 就這一類的吧 嗯 我進到了異世界了嗎 哈哈 還是你們覺得我的世界是個異世界 其實我是不會啦 因為我 不會 他比我性非常多欸 對啊 就是 不知道我會就是 信什麼風水那些東西 你也會相信 我會相信 只是 因為星座我從來沒有研究過去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長大的過程 在國外的時候 從來沒有人在講 所以我是一回台灣發現 就是走遭這些人 每個人都在聊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哈 可是我也沒有花太多時間去了解 所以就把他放著 我想我也花了20年的時間啦 你們也不要不平衡 比如說 願意相信我的人 他們也絕對不是傻瓜 就像我也不會是傻瓜 相信人分12種 絕對是他有一個切入點 可能是真的可以解答一些生命的迷惑吧 那我就用這20年寫運勢書 來證明我不是在亂搞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要怎麼樣進步啊 因為原理其實都是一樣的嘛 是 那你要怎麼樣進步 對啊 我覺得進步還是要看 人吧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很喜歡接觸年輕人的原因 就在這裡 像你們在我心目中也是年輕人 謝謝老師 這樣子我們又打不下去了 這個我還好 來 而且其實你們的 訪剛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了所謂的 反對派的 站在我的對立面的意見 然後我就心想 我的第一個直覺就是 太好了 有溝通的機會 其實我想這個 溝通的意願很重要 想要去接觸的意願很重要 可是我是願意接觸 但我不喜歡用說服的 我基本上覺得啦 沒有關係 你如果不相信 請保留你的不相信 因為我 某種程度也覺得 你們命很好 才可以不相信 這很強欸 你再講不下去 到現在 我都一句話都沒辦法反駁 那邊 為什麼 你不是說你可以很羞嗎 你現在你們反駁就是 你去為什麼 沒有 為什麼命好才會 命好的人就會有迷惑啊 你們那麼的自信 然後相信命運在自己的手裡 這很好 這個狀態也很好 那會不會是已經被打趴了 覺得你講這些就是 打趴 就是已經被命運 不要怕 已經被命運打趴了 相信自己做才是最好的 已經不相信人家說 什麼分類應該 要往什麼地方去努力 那也是一種逞強啊 其實那是一種呼救 我覺得 但是 我覺得 呼救這件事情 倘若我是開醫院的 我還是希望 病人 自己本身要有病識感 就是 除非 打趴 打趴的人 怎麼會不相信呢 打趴的人 應該就會很想要找 比如說 就開始接觸身心靈啊 就開始去找生命的答案啊 這倒是 心理學啊 這也是真的 其實真的 那其實我相信是 每個人用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其實是要找 適合自己的方式吧 是 那有些人的方式就是 所以我告訴你們一個秘密嘛 什麼秘密 所有的大師 一定都有 可能 不為人知的過去 或心酸的童年 或者是他可能 對人生的挫折是很強大的 他才會 這麼的鑽研 跟這麼的厲害 那你動畫這麼大 那老師 是不是要分享一些 來分享你自己的 你朋友的 你朋友的一些故事 正好也信唐 沒有沒有沒有 而且我覺得 這個所謂的很悲傷的過往 有時候拿出來 長大了以後 你拿出來發現 也沒多悲傷 你懂我的意思 就可能 就可能可以分享了 只是你可以 可以 比如說我跟我媽媽的關係 我跟我媽媽的關係 她就是我 今天成為 老師的原動力 怎麼說 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媽媽是一個 很會壓抑我的人 她永遠不稱讚我 然後我的性格是 很需要鼓勵 很需要肯定的那一種 所以從一開始 我就是屬於 我覺得要講道理 我就頂她嘴 然後她就會說 你就是一個不孝順的人 情感綁架 然後可是我小時候 哪知道這叫情感綁架 我就會想說 我要贊憑我是孝順的 我就很悲憤的 用頂嘴的口氣說 我告訴你 我會孝順 我一定會最孝順你 孝順得很厲害 我會買房子給你 好棒 我講完以後 我講完以後 我自己覺得 邏輯不能自洽 對啊 為什麼 一個對我這麼壞的人 我以後要孝順她 我還 我還許下這麼大的承諾 這很貴耶 我 怎麼回事 這件事情不對勁 你知道 然後我就很痛苦 然後 覺得好討厭這個人喔 而且他真的是天生跟我犯衝 我說什麼 他都有辦法打壓我 連我跟他誇耀說 我告訴你 今天老闆把我叫進辦公室 誇了我 他就會說 我告訴你 通常想要壞掉一個人 都會先用這種方法 先騙他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你們職場上在搞什麼 你不要得意 你以為老闆真的誇你嗎 哇 你媽媽做到很極致耶 好兇喔 那你們後來有和好嗎 有有有 在我五十幾歲的時候 我有一天終於想通了 其實 在我們鬧得最僵 有將近三年不講話 那個時候我都這麼大了 幸好媽媽也活很久了 活到我們可以和解 而且我們的不講話是 家人都會很尷尬的那一種 大家知道這兩個女強人 互相不理 過年的時候也都是 尷尬到飽這樣 就可以在一個屋子裡面 但從來不對勢 從來不講話 兩個人脾氣很溜耶 很溜很溜 因為我覺得這個老太夫太不適相了 我覺得他內心也是對你想的一樣的話 真的 不愧是我女兒 對 然後可是那一天可能我有一點就是 忽然間一個破口 然後類似 我們都快要崩潰了 然後媽媽就說 你知不知道我很怕你 怕你買房子給我啊 不是 他的意思是 其實我是很強大的 他知道 然後 比如說 我已經可以擔負起 自己的生活 我也擔負起他們的生活 然後他知道 然後他 只是在最後的掙扎 他表達了出這個感覺以後 我忽然就像洩了氣的皮球 我就跪下來了 我覺得那個時候就算跪下來 也不代表我是 輸的 可能有一點這樣吧 那我就跪下來 我就說 好啦媽我知道 你辛苦了 然後我永遠是你女兒 這是他要聽的 我就講給他聽 但是我心裡的那個解打開是 我知道我媽媽的那個年代 就算他再怎麼強 他就是沒有辦法念很多的書 他也沒有像我們現代的職場 讓他奔馳 所以他的牆可能無法發洩吧 他只能 治理他的孩子們 然後我可能是孩子裡面 比較強的那一個 打起來最有感覺 所以他就 常常打我 就是 壓抑我啦 以彰顯他是 比我聰明 比我有power 比我能幹 所以我就擔任了這樣一個 他自我證明的角色 只是如此而已 可是這跟你學 你覺得因為占心才理解這一點嗎 因為很痛苦 情緒很壓抑 然後可能也帶給我 比如說自我感覺不良好 自我感覺不良好的人 談戀愛是不會談好的 所以我的感情永遠是挫折的 比如說我們可能就很低自尊 永遠覺得要對對方非常非常的好 他才會愛我 那所以每一次都把戀愛給談砸了 那每次想問戀愛運 問到後來其實就是自己的個性出了問題 就是世人已經不親了 然後對待方式又錯誤 那原因出在哪裡呢 命盤一打開 就什麼都懂了 老師你這樣 這樣常常這麼赤裸裸的 把自己的個性啊 跟經歷這樣講出來 你自己會不會就覺得說 好像 怎麼了 很裸露的感覺 不會 剛年期過後就不太在意了 哈哈哈哈 你就裸露也OK了 哈哈哈哈 現在我裸露沒有關係 我是怕沒人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那我要問白痴問題了可以嗎 可以啊 好就是火星 因為真的 這是我認真其實比較好奇的 這是我認真好奇的問題 因為那問題是我寫的 因為這幾年 像Elon Musk 他常常在討論說 人類未來要移民去火星這件事情 那假設如果真的移民去火星 那我們這星盤這一套 去那邊還是可以繼續 繼續用的嗎 這種北藍的問題 第一次有人講出來嗎 我要表揚你 這個問題非常好 真的嗎 我講說這我真的在想 就是未來會遇到的問題 老師你很懂他很需要自信 他需要被稱讚 你懂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哈哈哈 Kent 我跟你講 現在的占星學就是for地球人的 嗯 所以它叫地球占星學 哦 這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是這樣哦 所以我們站在地球看出去 太陽也變成一顆星 明明是我們繞著太陽轉 但是我們現在的星圖是假設 所有的星包括太陽都繞著我們地球轉 嗯 是這樣子的 所以當我們來到火星 我們以後就會發展出一套火星占星學 所以萬星人也會有他們自己一套占星學 也許 他們的星系的占星學 那那個時候呢 嗯 我我我們站在火星 星盤就沒有火星了 對啊 就會有一顆地球 對就多一個地球 對 那那個時候地球代表什麼呢 嗯 它是不是代表我們的原生記憶啊 還是我們遙遠的家啦 誰知道 那個時候就會 由那個時候的占星師來發展 那占星師到底是怎麼樣 一開始發展這些東西的呢 對啊 你怎麼學的 找老師嗎 不是更不是 是占星盤那個 哪一個星代表什麼東西 是怎麼發展出來的 你說巴比倫的那個時代啦 對啊 都是傳言啊 傳說 嗯 但是我想古代人啊 他跟我們現代人不一樣嘛 也沒有燈也沒有火 所以三更半夜看著天空 可能那個星座就出來了 把幾顆星聯想成什麼 我覺得那是一種想像力的發展 我覺得古人的智慧就是 他們真的有大把的時間 然後去歸納整理 春分到了 天氣就開始變 就是這個時候 當什麼太陽落到哪一個點的時候 就是日月 白天晚上等長的時候 那就是春分 那就是秋分 我覺得他們就是這樣子定義出來 然後也開始去感覺到某些行星 永遠定在那邊 那叫恒星 那有些星 比如說北極星對不對 航海家就會去看北極星 那有些星就是一直動一直動 然後他們也會把事情跟那些星連在一起 我想說我的星座就是這樣發展起來 而且你們不要以為那個是洋人的玩意兒 中國也有占星學 一模一樣 真的 跟西洋占星一模一樣 也是十二宮 是喔 這我不知道 對也是 然後 當然日月是一定的要角 水晶火木土也都是一定的要角 中式的占星叫七正四余 然後只是說 他那個圖畫起來很像紫微斗樹 就是是方框的 是方框的 所以那不是紫微斗樹 不一樣 不是 是占星 是中式的占星學 現在還有人在學這個中式的占星學嗎 你要讀那種古文 就是都是非常文言文的 現在還是有人會去把那個古文的星圖 弄成現代的星圖 然後就試圖翻譯那個文字 那因為這個占星樹這個東西 在古代都是服務帝王 其實一般庶民大眾 不見得能夠理解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這麼說 也許這個占星樹 還蠻有一點苗頭 才會受到 帝王的喜愛 對 或覺得 如果民眾也了解了 有點危險 如果有一點嚴重 什麼要 帝王殞落 的時間 日食會怎麼樣 會導致什麼 或者是 月食又代表什麼 這一類的學問 他們就會掩蓋它 那你會覺得 中式的子惟 或者是 那個占星學 哪一個比較準嗎 有的學問 他就是 各有所長吧 嗯 比如說我覺得八字看韻非常準 嗯 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那個人需要火 需要水 那就真的 有火來的年 跟有水來的年 他真的就不一樣 所以我 為什麼想學八字 會動念頭想學八字 是因為我自己 對這個 行運的變化 非常有感觸 對 那 紫薇投訴 就我就學不會嘛 那 去 去問 因為我心裡 不相信他 我說真的喔 你心裡不相信 那麼相信他 他講什麼也是白答 你真的就參考參考而已 哈哈哈哈 不會 我聽了一個多小時 哈哈哈哈 欸 我們是不是錄太久了 不會 不會 完全不會 我們沒有直接上線啊 我們就是聊天 完全不會 我們最久還錄過兩個小時 當然我們又要逼死你了一次 但是 就是完全沒關係 我知道老師的上線是四小時 OK 所以 你自己有 你說不信 所以去聽的時候 你又覺得欸 對不對 因為有大部分的功力 也不見得很好 所以你也會聽別人這樣 你會欸別人 現在我已經沒辦法找人家算了 沒有人不認識我啊 看到我就怕了 就感覺你就是要來踢館的這樣 好像是 但我幹嘛踢館 我沒事踢你館幹嘛 但是我覺得 踢館真的是蠻沒意思的啦 好 老師 你剛剛說那個 不同的東西算 不同的 像八字看運啊 可能紫薇看別的 那 沾星是看什麼 沾星也是看運啊 也是看運 那為什麼哪個會 你會覺得八字怎麼準 然後 沾星不夠準 對 沒有 因為八字會很明顯的告訴你 火年 土年 水年 今天我在做的就是我 所信仰的 或我信念裡面的沾星 就是每天每天的檢視 所以我其實 為什麼會有 每日運勢啊 每週運勢啊 每月運勢啊 然後 我寫的也是年運 我不寫什麼 未來15年 20年 我不講這個 我也不寫這個 然後我跟著大家一起在這塊土地 脈動 然後去感受大家的需要 像我的直播 我覺得就是台灣人會更有感覺吧 其他地方的人 可能就不跟我們在一個脈絡裡啊 比如說我們防疫守得很好 那我們就沒有封城的問題 我們的生活就還如常 可是有些地方可能現在已經 一堆人在進出醫院了 又有可能很恐慌了 12個星座都在水逆這樣 對對對 對大運都不好啊 就COVID-19啊 那如果我是住在法國的人 我是法國人 我可能就會用另外一個角度 來詮釋這個形象 嗯 所以還是要跟他的 就是社會脈動 對解釋的方式 是是是 我比較了解了 那我有個問題 但很常人會講說 這個星座其實只是比較高級的統計學 嗯 你會怎麼去回答這類的質疑 嗯 應該是為了解釋一下 譬如說 我有時候也會接到什麼 內政部什麼什麼統計 去年結婚最多的是什麼星座 嗯 或者是被抓的犯人 殺人犯人 最多的是什麼星座 他們自己寄給你的嗎 他們自己寄給我啊 他們有一點想要 你太酷了吧 他們有一點想要宣言 會提供資料喔 對對對 那我其實好喜歡這種資料 完善的資料庫 很酷 真的很酷 那他們也許會想尋求說 你幫我們廣告一下 我們有在做事情 或者是 會鼓勵大家多結婚 什麼之類的 這種統計 我覺得是很有趣 可是他一定會跌破很多人 對星座的印象 有沒有一些有趣的數據 比如說你一定會覺得 殺人犯最多 大家都說 天蠍座 你看這是霸凌啊 污名化對不對 對啊 然後演藝人最多應該是 這隻座 可是我告訴你 殺人犯最多 處女座嗎 雙魚座 雙魚座 我自己現在要刷一個自己的 那你可以想像嗎 就不能想像對不對 所以你剛剛說的統計的這個東西 它其實不能回頭過來定義星座 我覺得它只能立體化這些星座 比如說如果我看到雙魚這個答案 那一次我也深受震撼 我就會進入那個雙魚的世界 其實你要知道很多的殺人事件 並不是預設 就是說我是暴力分子 我就是看到什麼不爽 我就拿一把刀去殺了它 有很多人 他很可能是被情勢所逼 或者是也許他是被欺負到很後面 太可憐了 不知道怎麼樣 所以他去反擊 就好像可能長照悲歌 也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是一樣的道理 那雙魚座在占星學裡面 它跟受害者 這三個字是連結的 所以受害者變加害者 這就是常常跟 就是當我知道是雙魚座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議題就被凸顯出來了 所以我看這個統計數字 我再看這個星座 我的觀點就會跟別人不一樣 我也沒有辦法很扁評的說 所以殺人犯一定是誰 外教官就一定是誰 然後像小孩子氣的就只有牡羊 哪有很多星座都很孩子氣 天秤也很孩子氣 男人都是孩子氣的 我覺得天蝎也是 怎麼樣 孩子氣 你講得很對 天蝎在冥王星還沒有被發現之前 我們是火星在守護 我們就跟牡羊一樣 是孩子氣的 但是我們是高階的孩子氣 有氣質的孩子氣 我不會是就是 比較 好 沒事 好啦 所以幸運比較強的孩子氣嗎 而且我覺得 各式各樣的算命方式 其實在我看來 如果都很準 我們先假設 我們遇到的都是很厲害的人 都是準的人 那麼 他們其實是可以互相呼應的喔 比方我講到這個人 明年工作會很好 占星可以看得出來 八字也可以看得出來 紫薇可能也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不會互相抵觸 到底說 其實到最後會 如果是對的怎麼會抵觸 你可以想像如果這一套邏輯 或這個工具是對的 那就好像我們看的就是凱莉 我從側面看也是凱莉 從後面看也是凱莉 從正面看也是凱莉 變阿牙 正面看變阿牙 對 所以不一定喔 老師你現在直播這麼久 你有什麼心得嗎 你自己跟那麼多網友 有在直播互動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trend 或者是每年說 大家問的問題其實都會比較類似 我真的蠻好奇的 就是因為我相信人類 其實聚集在一起久了以後 大家一定會有一個trend 這樣走 你有沒有發現這種奇怪的trend 也不是 但是我的族群都非常在乎感情運 永遠問感情運 我覺得因為聽你講很療癒 真的喔 對 為什麼 就是一種失戀了 但至少還有唐老師陪我們的感覺 對 對 就是一種陪伴感阿 而且聽起來真的很像諮商的感覺 其實很像 可能今天老師在故意的諮商我 對 因為他在諮商你 但其實你今天講了很多點 就是會觸動到人性的點 跟我朋友他們去找諮商 他們回來分享 他們覺得最觸動的點 很類似耶 所以我想這也是一種 怎麼說我互動出來的 就是 我知道人們都心裡有一個渴望 其實談戀愛這件事在我看來 我覺得現代人不見得那麼想談戀愛 你不要相信他們嘴巴說的 其實大家都非常害怕人際關係 是不是 我覺得有 忽然遇到一個人 馬上煩惱就來了 我怕我hold不住 萬一他不喜歡我怎麼辦 然後他就走了 完蛋了 我多累積了一道傷痕 所以如果沒有那麼喜歡 能不要就不要 很多人就這樣子不談 我覺得現代年輕人就是處於這個狀態 所以蠻需要鼓勵 以及其實更重要的是 如果他能夠建立自信 他就可能比較有機會去談戀愛了 你覺得可以透過沾心 或者讓大家多聽一些這些東西 會更有自信嗎 倒不是 有自信的點在於 我可能也讓他有一個想像吧 比如說運勢告訴你 你要多出去 多嘗試 多展現自己 可能走到五公了 你要化妝 可能走到七公了 有人用什麼方法跟你溝通 請不要認為他是在跟你敵對 也許他就是因為喜歡你 所以才會跟你吵起來 或者是很在乎你才跟你吵起來 我給了他們一個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重新看 那自然他可能心花就開了 因為他一定是本來鎖在自己的世界裡 就好像Ken一直覺得那些黑粉一定是在挑剔你 但其實不是 他們是在發洩他們自己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只是因為你紅了 他們就找你開刀 而且有時候罵一個名人 多開心 下面還會有人看見 有人可能還會按他讚 然後稱讚他有觀點 好棒喔 這是他們的舞台耶 所以我們搭了一個舞台 給他們玩 你就把它當成是功德意見 喔 這一段話超有用 我覺得你剛剛講到Ken的心理了 對 我覺得他奶頭已經發亮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不用買燈就發亮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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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看我給了你一個新的角度看這個問題 是啊 but yeah 我怕他該接什麼 今天就是一個免費的Ken 諮商 真的很不好意思賺到 我覺得好爽喔 結果也完全沒有 什麼質疑什麼都沒有 就是在做諮商啊 沒有啦 其實你們沒有質疑 表示你們兩個很有禮貌啦 哈哈哈哈 我遇過最禮貌的Podcast 哦 你們棒極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一個從小被沒有被稱讚的人 就很習慣要稱讚別人 嗯 我感覺到 哈哈哈哈 沒有 我們盡量往人的光明面看啦 所以 有時候人家會說 欸 你會不會太正向了 但是你覺得 這世界好像缺一個負向嗎 嗯 其實我覺得 每個人只是正向的方式不一樣 其實我覺得你們也很正向 我知道我們很正向 但我非常不喜歡這句話 我知道我們其實很正向 雖然我們是用很酸言酸語的方式 嗯 其實那是我們的正向方式 那才不是酸言酸語 我覺得那是做自己 就這麼簡單 人家喜歡你們就是做自己啦 所以繼續酸吧 哈哈哈哈 好吧 那我們 千萬不要太中和喔 不會不會不會 反正我們知道這一集播出以後 老師又要把我們的臉 放在地上摩擦啊 對 差不多再一個人家 他就要踩著我們的臉王啦 繼續摩擦一下 不可能不可能 我要努力 不會不會 我們很期待老師更多新的節目 也期待你帶滿你的粉來 對 因為我們真的 從一開始做Podcast 我們就覺得說 要打出同溫層嗎 然後帶到更多不同的人進來聽 一定要有那種大型KOL 開始做才有效 這個月終於開始 越來越多 真的很像老師進來 然後 而且是真的會帶人進來的 對 大型KOL 不是每一個都帶的進來 對 因為我們有發現很多KOL 可能就是 也還好 很分重 很分重 就是不同的媒體要帶人進來的能力不一樣 我們真的發現這樣 對 像什麼Instagramer Instagram的網紅 那種可能帶人的能力就沒有 然後老師是做直播 所以信任度在那邊 我覺得就忠誠度啦 忠誠度夠 你叫他們幹嘛 他們就幹嘛 真的 而且我也會叫他們 聽你們的呀 是不是 老師你有想過成立宗教嗎 這樣可以避稅喔 我認真的問 我沒有耶 他避了這麼多年 就你現在說 欸 欸 她說原來你們是為了避稅 這個白痴 明明有很多別的方法 可是你知道嗎 明年跟宗教會很有關係耶 明年是有這個星象耶 你說我們還是台灣 沒有 就星象全世界 喔全世界嗎 那可能就是我們了吧 對 我們想很久了 所以我就告訴你 我因為這樣 我可以預測誰會更好 你這樣懂我的意思 就是成立宗教的人 好的 是的 是的 但我不會成立宗教啦 那就交給我們了 我告訴你 我成立的是幫派 哈哈哈 可以 OK 好 那今天 那到時候 對到時候我們的宗教 再麻煩您的幫派 幫我們 看一下哪一天 可以開光之類的 哈哈哈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 掰掰